鸡蛋糕 鸡蛋糕 朋友们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家常菜 我们今天要吃的甩菜扣肉 这个是我煮备的一块五花肉 还有两包甩菜 咱们把五花肉先往下切一下 切成这种大块 切这么大就可以了 咱们倒水先把肉往下洗一下 煮备好的肉咱们先来煮一下 煮的时候放点葱姜 来两克花椒 倒点料酒 该煮煮个大约30分钟左右 把肉往下煮一下 肉要煮着 咱们再来把甩菜洗得起 咱们把洗好的甩菜切一下 甩菜切成洗丝 甩菜有点长 咱们这后切两刀 把短切一下 切好的甩菜再倒水洗一下 洗好以后粘干水分 咱们再来煮备点葱姜 咱们再来煮备点葱姜 咱们再把手搅起来 都用脆切一下 再少来切点葱姜 肉煮好了 我们来开一下 水开以后打掉上面的浮沫 再来放点盐 咱们把肉煮的筷子 刚才砸起来就行了 不用煮的太灭了 捞出来 捞出来 捞出来稍微往聊聊一下 咱们把煮肉的糖倒出来 等会还能用 咱们在煮好的肉上面抹点酱油 抹在这个猪皮上 抹上以后 让酱油往改了一下 咱们再少点油 需要把肉炸一下 油不要倒得太多 油热以后 我们把肉放进来炸 炸的时候把锅皮捡 油再变了 咱们在炸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小心 炸上 我们把这个猪皮炸成焦黄色 就可以了 可以出锅了 咱们把炸好的肉 稍微晾一下 切了 炸好的肉切成薄片 切好的肉片放盆里 咱们再来调个椰肉的枝子 来点老抽 酥抽 蚝油 再少来点椰 拌起来 搅在我们切好的肉片上 刮起来拌一下 然后把肉片摆到碗里面 煮好 煮好以后我们烧点油 把酸菜炒了 油热发串 姜蒜炸锅 炸锅 炸锅 炸锅以后下酸菜 放入椰子 炸锅 放入椰子 再放入椰子 然后把生姜蒜 放入椰子 这个葱 放入椰子 放入椰子 炸锅 然后加水 再放入椰子 再放入椰子 然后把酸菜炒一下 最后再放到大锅里面盛牙 这时候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好了 好嘞可以出锅了 整好以后我们要扣在牌子里面 来点葱花 找河桃吃饭 你们吃慢点行不行 河桃来我给你举点 来来来 这个筷子啊 好好吃 先吃点肉 三次 还有两人了 不够吃还有 嗯 嗯 先喝茶 姐 看这肥肥子一点都不酿 嗯 这酸菜好吃 这肉就太好吃了 在这儿桃桃够好吃 碗米饭和一半 很好吃 今天这个肥肉好吃 不腻 这下肥肉不肥肠 反正好吃 这酸菜搬上米饭可小了 她说你也赶紧吃饭 我给你再加点米饭 你好不好吃米饭 你也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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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炸喝料 嗯 让我饭点 哈哈 哈哈哈哈 加什么肉呢 哎 这还有一片 辣辣 哎 哎 哎 你们两个今天吃米饭吧 可吃米饭 可吃米饭 最后一块肉都最好吃 哈哈 还有辣味 把他米饭做好吃 嗯 朋友们今天视频集服分享到这儿 感谢大家支持 喜欢的爸妈点个关注 再点个赞 再展发一下 再见 再见 再见